中国军队在中国台湾岛附近海域开展军事训演活动 是反击美国一些政客和台独势力重大挑衅举动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和正当的举措 连日来中方通过各种渠道在各个层级 反复地向美方阐明中方坚决反对 佩洛西串访台湾的严正立场 但是显然美方和那些台独分裂的势力 没有听进去 既然如此 中国军方就只能以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 听得懂的语言 同他们进行对话 在当前围绕着佩洛西串访台湾的这场斗争当中 美方是挑衅者 中方是受害者 美台勾连挑衅在先 中方正当防卫在后